所以释迦牟尼佛 整个五量寿经 整个法门 讲了一个宗旨 什么宗旨 整个五量寿经 建立在哪里呢 听不懂 你们每天读书 五量寿经的请举手 你们没有读 为什么呢 很长啊 听不懂 你看整个五量寿经 它的核心在哪里 要化除我们的余心 释迦牟尼佛 叫我们什么 发菩提心 一向专业 什么叫做菩提心 你看那些老人家 乡下的老阿公老阿妈 他们也不认识之 也不懂什么叫经典 也不懂什么叫五量寿经 但是当你为他介绍 这个法门 这句名号的功德 他就相信了 他就有这个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有这个愿 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菩提心 那更明确来讲 什么叫做菩提心 你真信 你真信 你切愿 这个就是无上的菩提心 你相信有阿弥陀佛 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真的发愿 我一丝好怀疑都没有 我真的发愿 我要发愿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无上的菩提心 就算这些老阿公老阿嬷 不认识字 他已经把这个无上的菩提心 落实在生活了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 你要相信 你要认真的相信 不能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那真的很可惜 阿弥陀佛等我们等了太久了 希望我们做孩子的人 赶快回家 不要让阿弥陀佛等太久 赶快回家 不要再流浪生死了 因为这个流浪生死 真的让我们 五亮节以来都在流浪 所以阿弥陀佛 黄金碧昼夜长垂 用这种的像 来告诉我们孩子 我想你 你赶快回家 不要等太久 就是这个表法 所以你看到佛像 你就明白 那一尊佛像 就好像我们的父母 站在那边 站得十节了 我们还不肯回家 你说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这一部佛说 阿弥陀经 来为我们视线 而且 释迪迪佛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你看那个弥陀经 最后面的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阿弥陀佛 死方诸佛国土 称赞 释赞 释迪迪佛 阿弥陀佛 称赞 释迪迪佛 释迪迪佛 释迪迪佛有什么功德 你们知道吗 他有什么样的功德 为什么 释迪迪佛 被这些 诸佛如来 还有这些 阿弥陀佛 会称赞的 他有什么功德 弥陀经最后一段 你们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这个是释迪迪佛自己讲的 他说什么 而作四元 释迪迪佛 能为生难 稀有之事 能以娑婆国土 五着恶事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着 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这段经文 要告诉我们的 为主众生 说是一切 世间难信之法 什么叫做 能为生难 稀有之事呢 这段经文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两桩事情 释迦牟尼佛 是以什么方法成佛的 念佛成佛的 这个是第一桩事情 他亲自来视线给我们看 我今天成佛 就是念佛的 你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怀疑 你也相信我 我真的今天 在这个五着恶事成佛的 都是靠这个念佛法门成佛的 你们不用怀疑 稀有之事的 就是讲这两桩事情 第二桩是什么 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 因为释迦牟尼佛 也是靠这个法门成佛的 所以把这个道理 没有人知道的 为我们讲出来 这个就是 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为我们讲出来 主师大德过去 从来没有讲过 欧益大师 为我们列出来了 如果欧益大师 没有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如果释迦牟尼佛 没有为我们讲这个道理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 很多人你看 读到这段经文 你能够悟出这个道理吗 没有 你等一下 看看你那个密陀经 读到那段经文 能为深难 稀有之事 都是讲这两桩事情 所以 我们今天能够念佛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福报很大 你要珍惜 将来我们该怎么生死 那你自己的问题了 道理很清楚 排在你的面前 你能不能往生 靠近都是你自己本身 别人管不了 该怎么生死 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解脱 就怎么解脱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简单 来为大家说明 因为时间很短 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为大家 介绍这个三十七年 大家请合掌 我们来念这个经文 低头合掌 百欲豪 兴明日历 歌勇赞扬至金融 停阵雷轰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是教我们 修学念佛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低头合掌 三个星期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低头合掌是表法 表法什么呢 用恭敬心 很简单 用恭敬心来落实 在这个生活里面 恭敬心 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你不相信 你看 你看到佛像 你能够留佛三拜 容易吗 很简单 看到一个你喜欢的 或者对你有恩的 你对他恭敬 很简单 对不对 当你一到一个你不喜欢的 殷家对头的 常常给你麻烦 给你痛苦的 给你很麻烦的 还是你的殷家路窄的 争处大恨的 你对他那种 对讨厌的 不喜欢的 看到我就很讨厌 我看到他 我想要吐的那种 天天给你伤害的 无论在感情上 在友情上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时 常常来惹你麻烦 常常惹你痛苦的 那一种人 你会不会跟他 有恭敬心吗 讲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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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